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,汤灿,湖南都州人,1999年一首祝福祖国,让汤灿红遍大江南北,加上俊美俏丽的形象,让汤灿的人气更上一层楼,成为中国四大民歌女歌手之一。 七年前汤灿因涉案入狱,随后就音信全无,各种流言四起,有传汤灿已经死了,甚至还有关于他葬礼的新闻,久而久之,大家似乎已经接受了汤灿已经不在了的事实,但是近日,时隔七年,突然有网友爆料,汤灿已经出狱,而且回到了诸州老家,甚至还上传了汤灿的近照。 照片中汤灿身穿红色连衣裙,精神状态看起来很好,只是身材消瘦,变化太大了,据称跟汤灿合照的都是他的室友,最后汤灿回家的消息,也被朋友证实,讲真,如果不是看到他脚背上的刺青,真的不敢确认是他,1975年出生的汤灿今年也已43岁, 按说43岁的人这种状态还算正常,但是看到汤灿的手,还是让人大吃一惊,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,但是不管怎么样,现在人好好的回家了,就像他朋友说的,回家了就好,望今后也一切安好。